我们开场说到这个任意门 跟今天我们节目有关 因为呢今天有一些女生 可能会通过任意门来到现场 和她们想见的那个她相遇 但是在她们出场之前 我们首先要来看看 各位男生 如果现在有这样的一扇门 你们最想要见的是谁呢 就之前有一个女嘉宾 叫孟可的那个拉到现在 去年琪琪 来节目给我告白的那个罗贝 给我第一次告白的女生 蔡兴廷拉回到现场 之前的那些女友们 那位叫小龙女的小龙女 如果有任意门的话 我想把我的初恋女友 拉到我的面前 拉回来之后你想对她说什么 因为蔡兴廷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我想跟她说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对她的感觉还不错 对然后想多看她几眼 她很用心 我没有表达过对她的谢意 这么久没见到她 看看她最近过得怎样 其实我也不知道跟她们说什么 只是有一些愧疚吧 因为我想对她说 曾经的年少轻狂 懵懂无知 对你造成了很多伤害 也因为自己太年轻 所谓的承诺让你感到失望 我只想跟她说一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发现五号跟十号想见的是同一个人 对 因为录的时候并不知道 对吧 对就是因为那次是我们第一次来嘛 第一次来非常完美 然后因为对她蛮有感觉的 所以就上去跟她表白 所以以上特别特别深刻 对啊 十号 对她也是我第一次来这个舞台上 然后也是第一个告白的李嘉宾 对 也是对她特别有演员 也有特别有感觉 对 呃其他人好像都是一个人 但是有一个人想见的是一堆人 十三号 也不是一堆 几个呢 三个啊 安全数 十五号最难忘的是初恋 对 也是年纪太轻了 然后年纪轻看 偶像军看得太多了 喜欢去承诺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到最后来一件事也没办成 所以一个是欺骗 一个是遗憾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就特别准备了这样的一道任意们 我不知道会来哪一些女生 而这些女生又曾经和哪一些男生有过交集 但是我们希望今天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出现 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来到我们现场的女生出场之前呢 需要请两位朋友帮她一个忙 要帮她发一份寻物启示 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每人拿一张寻物启示 来看看她到底要寻什么 如果大家看到发现上面寻物启上面最具体的内容之后呢 大家准备好 接下来呢就一起大声地喊出 她要寻的那个物到底是什么 她要寻的这个物到底是什么呀 我已经奇怪了 我已经很奇怪了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这个是物体是不是很熟悉 然后也会看到你熟悉的变化 看到了 已经看到了 嗨阿姨 我的灵灯儿是一种 来到现场的话 你选的是梦来人的妈妈推荐的是一样的吗 妈妈不知道是谁 那你妈妈有喜欢的男生吗 不知道妈妈你有吗 哎呀阿姨快点说一下 来好 咋 本来还想不告诉你 结果一下子就发现了 因为上次也见过 阿姨没有想到她第一下子就认出你了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 可惜那个阿姨你喜欢的那个姓韦 她已经起过了 那反正现在就不卖关子了 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只是女主角到底要什么样的方式出场 她需要用电话的方式 把她叫出来 对 直接拨电话 对 直接拨电话 对 喂 喂 嗨 嗨 你在哪 嗨 嗨 就在门后面吧 哈哈哈 你看我离你有多远 离我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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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过去差不多一百公尺吧 那你想我出来吗 你想我出来吗 出来吧 那你叫我名字啊 好 许方倩同学 太小声了根本听不到吗 阿倩同学可以出来了 阿倩同学可以出来了 我就是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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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了 阿倩 是 我就是喜欢 你 我很久不见 我就是在 你 生活 你 是不是 看来 你 你 我是 Sapuca 好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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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知道我们多久没见了吗 看什么看了 还要看了 多久没见了 多久了 多久了 好久是多久 七月 七月 那就把它念出来吧 嗯 念出来 大声一点 我有问题 为什么 我是写寻物启示 因为你就是那个物啊 我就是那个物 寻找走势的爱情 曾经我以为找到了属于我的爱情 奋不顾身的奔向幸福 曾经我们仅仅相拥 而他也会因为爸爸妈妈在看 害羞的小生 低 阻我 这样不太好 曾经 他跟我说 我也是他喜欢的类型 让我雀跃不已 然而那一点心动 一点羞涩 最后输给了恋人未闷 2014年 10月17号 北京 我的爱情丢了 时间太短 回忆太重 谁能把它还给我 接 真的很久没见面了 看到这个照片 喂 喂 脑袋还有很清晰的记的那一天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吗 想起了 某个物品 我就是害怕了 害怕就真的一点就什么都没有了 连仅存的一点 那种 我们有联系的 都没有了 就害怕 我 对的 喜欢 我妈还比不上 那个时间 我可以退役啊 我爸妈也很好说什么 爸妈 拜托 拜托 其实我在生活中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 我对待感情不会说 我 对一个男生如果我喜欢他 我不会像这样主动的去找他呀 之类的 像平时我想给你发信息 但是我心里跟那个自尊性 在跟我两个打架一样 很想给你发 但是又怕打扰到你 怕万一我给你发了 然后你会觉得烦 会不喜欢 然后你再忙啊 之类的 所以我想再一次 勇敢一次吧 你爱我 不会再寂寞 忽然明白了 我们的相遇 我就是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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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受着孤寂 寻触了秘密 等待有一天 我就是喜欢你 跟我走好吗 我就是喜欢你 在这段期间吧 我们偶尔有 偶尔有 有透过微信 然后 就透过聊 聊微信的方式吧 然后我觉得 在你跟我之间 我并没有感觉到有 那种来电的那个感觉 我想你是爱我的 我猜你也捨不得 但是怎么说 我们可以先从朋友 开始做起 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隔 也许你不是我的 爱你却又该割舍 分开或许是选择 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原先 那我们对视三十秒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来电 好 好吧 等一下 我们上点东西吧 请 请 坐吧 之前有啊 我这么晚给你送我菜吗 没有 你喜欢吃西兰花 吃 好不好吃 好吃 我喜欢吃西兰花 我希望啊 每一次这个时候 你就会想到我 好吧 可以吗 可以 做到吗 我曾经真的以为我找到你了 但你还是离开了吗 有些感情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丢了就再找了 但真的 未必每一次 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 之前我一直 想假装我可以忘记 可以说一句 真的 幸福等了久一点 没关系 只要最后都是你 可是每一次拒绝 都会离下伤口 为了你 我愿意留着 内笑 但请让眼泪少一点 好不好 要记得 我还在找你 这样 这样 展过去 展过去 天爱你 云南快乐 你小心在哪里吗 哦 你想要找到这个第三颗星吗 啊 无法不爱你 也爱我 你喜欢米饭呢 也许你在别人眼里 都是红酒配西餐 但是我看你微博上写 你喜欢米线加陈素 也许 在外面的生活太累了 因为经常跑嘛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人 在家里想跟你回家吃饭 赶快来非常完美 官方微信平台 为新衣的男生充满哦 来 爱着坚定的决心 就算未来的路再崎岖 也要跟着你的脚印 谢谢 然后 今天离开了 就不要再来了 就不要再来了 希望你可以 找到那个 真正对你好 然后可以给你幸福的那个 我相信你可以的 再见 谢谢 渡量 来 之下 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 拥抱 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 受不了 想到快终掉 死不了就还好 我寂寞寂寞就跑 谢谢 好 好想知道你的一百分会给怎样的人 亲爱的你 阿谦加油 在陌生增加我十分我想问亲爱的你 把感情深当朋友变成情人 我怕她现在临场就阿姨脸上还有微笑 阿姨你能先给我们讲两句吗 女儿啊说真心话 非常的优秀 非常的赞良 很孝顺 很体贴 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女孩 如果有谁能选到她 真的是她一生的幸福 阿姨我想很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 当阿倩第二次要来跟小猪告白的时候 您的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你有阻止过她吗 不我不反对 我觉得嘛 其实女孩 一定要经历一些失败 或挫折 对她今后的生活 会有很大的帮助 谢谢 阿姨 我觉得现在听到这段话的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男孩跟女孩都会 希望有像阿姨一样的母亲 我无法说明 我心中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母亲 见证孩子的成长 也愿意放手让孩子去撞去叠 是多么的了不起 我只能说阿倩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 我也非常忠心地希望 阿倩离开这个舞台 不是带着愿走的 因为小猪是真心诚意地希望你 如果真的不能把她帮朋友 就把她忘了 小猪跟阿姨一样 都希望阿倩可以遇到那个 让你开开心心 再也不需要怨对 再也不需要难过跟伤心的那个人 一定会出现的 接下来我们要掌声有几个嘉宾了 欢迎她 叫许多么的那些 你知道我是谁吗 其实不确定 你欠我的不只是一杯咖啡 你欠我的是一次約會 還有一百四十個想念 你欠我的是一次約會 還有一百四十個想念 隨著你離去快樂秒 音訊隨我時暗去 我愛你 不要再拒絕我了 我好想你 好想你 卻不留痕跡 接下來出場的這位女生呢 也是帶著這樣的心情來的 不過在出場之前 她首先要把那位男生 先請出來 我們有請 4號邱宇碩 有點緊張一直在想那個是誰 其實宇碩請你上來是 要讓你蒙住一位男嘉賓的眼睛 我突然間有一種當女嘉賓的感覺 往右走 再往右走 停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我知道他們一直講啊 你完蛋了 你 有 有 雨碩請回到這裡 自己蒙上自己的眼睛 我們就靜靜地等待一下 到底今天 為邱宇碩再次來到現場的她 會是誰呢 好 好 現在都已經準備完畢了 有請 這位女嘉賓 有請 再一次和她表明我的心意 我不想就这么轻易地放弃 每当九点半的时候 李欣都会想到邱雨硕 邱雨硕也会想着李欣 我就想亲自跟你说 我喜欢你 邱雨硕 邱雨硕 你现在可以把点照在下 你知道我是谁吗 呃 其实不确定 那你希望我是谁 其实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是为了找寻我人生中 对我最重要的一天 2015年5月11号 9点半 每当9点半的时候 李欣都会想到邱雨硕 你愿意和我一起回到那一天吗 是爱你爱你 有别人心有你也平的也有了意义 就是爱你爱你 甜蜜又爱你 为什么李欣又爱你 其实我心里还挺开心 挺激动 也感觉他变帅了 先走 感觉你又变瘦变黑了 还好啊 现在房载做的挺好的 是吗 是吗 对啊 你知道我今天是为什么来吗 有 你哪里知道 我今天是来跟你讨债的 你会知道吗 欠你的 咖啡吗 你欠我的不只是一杯咖啡 你欠我的 是一次约会 还有一百四十个想念 当他说我欠他一次约会 一百四十个想念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 他今天在台上所提出来的要求 我尽量的去满足他配合他 那你先还我一个约会好不好 可以 那我们先 看一下电影 好吗 我心里锁着你 不想你出来 熟悉的时间 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咖啡厅 我在幻想的是不一样的场景 已经六十天了 忽然对九点半又讨厌又喜欢 讨厌是因为我每天的时间都被九点半填满 喜欢是因为不在想你会不会不小心地想到我 如果被拒绝了一次是否就该死心 如果说服不了自己死心是否就该再次勇敢 熟悉的地方 熟悉的海边 没有他 熟悉的地方 所说的那些话 就 就感觉很亲切 所以我当时眼眶有点红 发现 他的眼睛 眼泪在眼球里面打转 那一刻我就能感受到 其实他是有一点感动和心动的 很熟悉的地方 都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对啊 我知道你喜欢大海 其实上一次来跟你告白 其实想起来还蛮尴尬的 因为送了你一个表还小 戴不上 所以我这次还要送你一块表 把手伸出来 我要放弃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天当中一个表会经过两次 一个月六十次 一年七百三十几 我们都需要勇气 去相信会在一起 每天都能想起九点半 相信我 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 你的珍惜 如果我曾经想起 你这上面的时间是九点半 上一次回去之后 我每天早晨起来 我看时钟 是九点半 我在想 你起床了没有 中午吃饭 我看时间九点半 我在想 你这个时间应该 可能忙着排练工作 不能按时吃饭 就连和朋友出去喝下午茶 我也觉得 好像就是九点半 坐在我对面的应该 应该是你邱雨硕 你还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 跟你说过什么吗 一个钟 一天 九点半会经过两次 可是我现在看时钟 我感觉 不管是到哪一个时刻 都是九点半 你都在想着你 我知道你一直在 等待一个 更好的她 我希望我这次来能 能成为 你口中说的那个 最后一个是吗 我觉得这个表比上次那个表好 很合适对不对 对啊 上次那个表 我下台之后不是给你了 而且 她永远就停在九点半 我 我经常在想 我 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我只是一个 普通人 没有 很高挑的身材 我也只是一个 开小餐馆的 一个人 可是喜欢一个人 你要真的说出理由 你是说不出的 所以我 可是喜欢一个人 你要真的说出理由 我 我 有一些话想告诉你 我有一些话想告诉你 但是我希望 还是把眼睛闭上 说爱你 用你的手心 温暖我 就算我不能证明爱你 能爱多久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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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特别的沉入 因为我觉得 一个女生 能 说出来这三个字 肯定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 我爱你这三个字 其实是 既沉重又甜蜜的情话 我也很确定了自己 真的爱她 我第一次来这个舞台的时候 我很清楚的 你拒绝我的理由是 你说可能因为台上 接触的时间太少 你对我少了那么一点 心动的感觉 但是我这一次 再回到舞台 我是确定了 我爱你我才 再回来的 所以 所以 所以说你愿意和我走吗 我就想自己跟你说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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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 那个 刚才那个影片 还有 就特别是 刚才我看那个影片的时候 我有特别特别 亲切的感觉 但是 但是 在你说出 最后 答案之前 我还有一个东西要给你看 我第一次来舞台的时候 我一个人 从厦门 为你来到这个舞台 谢谢 我当时 那和你告白 你拒绝了我 我一个人坐飞机回去 回去 回去以后我才发现 不对 这不是我要的爱情 我觉得 爱情 是专一 是坚持 更是勇敢 我想为你再勇敢一次 我真的不想一个人再回去 就说你跟我走吧 我 我是真的真的觉得你很优秀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你说我 说我的优点 我要听 你为什么不肯跟我走 因为这些话 第一次我已经听过了 我不要听 一样的 就像我第一次来 我是说我喜欢你 可我第二次来 我说的不是我喜欢你 不要再拒绝我了 可是 受爽吗 不爽 不要这样 就是 你是对我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吗 一点点都没有吗 我真的 我真的不想 这样伤害你 这样伤害你 但是 但是 但是有些东西真的 所以我 我真的想找一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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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喜欢的女生 我 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个人 站在这里 我能找到归宿一档 对不起 我 我 我不想 我还没有 让你 可能 对着镜子我承诺 我喜欢你 我 我爱你 我爱你 不算什么 爱错就爱错 就嘴巴说的东西就是心里想的东西 所以我不想说 那你有 误会 我 我 寂寞 寂寞 就好 这时候 谁都别 还安慰 更棒 就让我 一个人 去疼 到 受不了 什么 我 滚掉 说 爱我 在 我的 耳边 对 我说 我 已经 真的 太久 忘了 这 就是一场 约会 然后 那既然这样 那约会结束了 两个人 对 在我心里的话 我是觉得 已经 已经实现了这个愿望 李欣的疑问是很多女孩 在爱一个人的时候的疑问就是 我这么这么的喜欢你 我 我 这么这么的爱你 你为什么没有也爱上我 我也觉得爱是勇敢的 专一的坚持的 但是 前提是 对方 对方也爱你 如果对方不够爱你 我求你 不要这么专一 这么坚持 这么勇敢 因为有时候 我们只是在勇敢的伤害自己 而不是勇敢的追求明天 在 在任何年代 爱情都是需要勇敢和坚持的 但是 在如今这个可以自主选择 自由恋爱的年代 爱情不应该是日后培养的 它应该是一开始就在那里产生的 有时候 成全或者放开 是对对方最好的祝福 我觉得今天李欣最后的那个 她的状态 应该就做到了 刚刚两位老师说的那样 李欣加油 你一定会遇到 那个真正 你心动 她也心动你的那个人 掌声有请下一位女嘉宾了 来 欢迎她 上一次 你说我像姐姐 可是我喜欢你 没办法把你当弟弟 上一次 你说这一年龄 我比你大了六岁 回去以后 我希望时间都停掉 能赶上和你之间的距离 上一次 你说关于我的很多方面 你都挺喜欢的 那结果 为什么还是友达以上 恋人未满呢 上一次 你欠我十块 欠条我还留着 你不可以耍赖 不怕别人怎么说 怎么想 我只在乎你 如果我不回来找你 我一定会后悔 我当时 惊讶 然后同时也是挺开心的 看到这个片子了 然后看到里面的人了 听到他的声音了 请问哪一位男嘉宾 已经有感觉了 请自动上来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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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 嗯 他的名字 叫爱丽 爱丽 对 嗯 今天爱丽要来到这里 要带来一个 你们未完成的心愿 阿里陀佛 耶 每晚的女儿 哦 阿里陀佛 这些 你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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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想笑 不知道为什么 阿里陀佛 泰勒 我回来了 哈喽 你晓得我今天带了什么东西来吗 这是什么 我的线条吗 我今天带了这个线条 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 那我想你现在是应该没钱吧 没有 而且我想再加上利息 你应该差不多还我个一千块 差不多吧 哪有那么贵啊 也还好吧 我就没多少钱啊 要不你现在没有钱 帮我做一个小任务吧 好吧 我今天想要给你一个小小的任务 你可以帮我找个东西吗 找什么 我在这张纸上藏了两个心 你可以帮我把它找出来吗 看不到 那我教你个小方法吧 其实呢我心藏在这边 那为什么我的心好像一直不飞出来呢 你可以闭上眼睛吗 闭上 闭上一下 闭上 闭上 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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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会不会动力一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八 七 七 十 五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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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八 还起来吗 还起来吗 要我拿你一把吗 你干嘛牵着我手 都不放 你为什么牵着我手都不放 我很害羞欸 好啦 不到你了 欸 等一下 低头 你头发要伤我东西会拿掉 结果你有找到第三颗星了吗 在运动中 第三颗星常在这运动中 你有发现吗 哪里 你想想咯 有烂 帮你看看瑜伽店啊 看看我啊 看看你的麦 看看你的衣服 第三颗星就常在这运动当中了 你连我的鞋子都要检查啊 你不觉得臭臭的吗 别闻了你 哪有星是闻出来的吗 可是你刚拿那么近我也闻了 近视 还是你要闻一下 是不是星就常在里面了 我等一下晕了 我告诉你 没有啦 没找到 那你闭上眼睛 闭上嘛 闭上我就跟你说星在哪 困难猜了 你想要星在哪里吗 好 想要找到第三颗星吗 好 困难 困难 我们分享着 我们云分的幸福 世界忽然间停住 看到吗 曾经烦恼的 都已经不在乎 因为明白自己 想拿到第三颗星吗 我们一起努力 为这份幸福 两颗星就躺在这里 我刚用孔话的两颗星 送给你 第一颗 是我的耐心 我上次来到这个舞台 大概是两个月前 我等了两个月 才有机会能够回到这个舞台 所以第一颗星是我的耐心 第二颗星 是我真心 我第一次 跟你告白 飞到近乎永恒的远处 飞到近乎永恒的远处 第二次 我也来跟你告白 而第三颗星 就是我手上现在一颗 是我的初心 那两分的幸福 代表我从头到尾 我的心都一样 我喜欢你 菜了 你让我会不好的眼光 你要站起来吗 小龙 起来的 我开了 你这样不讲话 我要再讲一次咯 我喜欢你 菜了 我开了 你让我好陪 我飞 你怕伤悲 都要奉陪 我需要 你对不对 我也能 听得见 我需要 陪弟 對不對 我也能聽得見 說話的傷 真的 我真的有感到感到 過兩個月妳要來 我看見妳好像 又見到我的好朋友 老朋友了 我的老朋友又回來了 然後見到妳很熟悉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才見第二次面吧 嗯 見到妳我覺得 又有親切感 真的很有親切感 那是 那時候我見到妳 那種 心跳的感覺 還沒有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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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妳還是像我姐姐一樣 不懂 其實我真的 真的覺得妳真的非常好 非常好 就是可惜了 沒有 那一點點的感覺 沒有覺得說 我可以跟妳一起 如果談戀愛的話我覺得說 還差那麼一點感覺吧 如果在一起的話 我就覺得說妳是我的大姐姐一樣 我是小弟弟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會成為好朋友吧 妳應該也不會見到對不對 對 妳應該也不會見到 妳應該也不會見到 對 妳是我的房間 幾分 鏡子裡的人 讓我心疼 讓我心疼 好 我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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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反正我先来在这儿 你想要的话随时随地都可以来 来 我就先把这车心保留在我这里 好吗 早点认错 早一点解脱 我寂寞寂寞就好 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 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 受不了想到快崩掉 死不了就还好 我寂寞寂寞就好 你真的不用爱我回忆里 越来越漂亮了 还好 头发不小心剪太短 整个的感觉都不一样 我想问你这段日子 就从上次到现在这段日子 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有去 去了一个小旅行 然后不小心把自己晒得太黑 所以我现在比上次来还黑了一点 然后每天 就是每天都努力进行身 所以现在身材应该有比身材好一点点 绝对的 真的有越来越好 好一点点 可惜啊 在那一座中我在一起肯定瘦了呀 共同 进步 是吧 是啊 但是今天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另一个开始了 对不对 还在观察中 毕竟这颗心还是 我们听听来旁观者的建议 王老师 你用了两个月时间耐心 然后刚才又说带着初心和真心来 然后还是得到了跟两个月以前一样的结果 还不死刑吗 嗯 就上次的节目老师你也看过 我觉得认定之后要真的放弃 也不是不行 但我觉得需要时间吧 对 所以你现在还是愿意再等吗 嗯 因为现阶段我也没有遇到什么更有意思的男孩 所以就不急吧 放着吧 那就好 我希望你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 因为心要打开 才能够绿到另外一颗心 如果你把自己的心封闭在一个壳里的话 很难去遇到别人的心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不要封闭自己 如果在这段时间当中 遇到了另外一个感觉好的男孩 可以去接触他 那如果说没有遇到的话 也给自己设一个时间 过了那个阶段之后 再也不要再等待了 就让这个彻底成为历史好不好 好 蔡老师 你在影片里面说的一句话 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相信 喜欢过一个男生的女孩 听得懂这句话 就是我如果今天不再来 我一定会后悔 所以我非常赞成你来 我觉得不做一件事情 会后悔的话 咱就做吧 所以我来了 好 那再次的祝福你 也希望你接上来 是不是还不去别的地方旅行 对不对 是 旅行愉快 好的 拜拜 祝福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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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世界上的委屈 都有原因 在中会跳下泪滴 我们都有 这个心呢 一直都在我这里 你随地都可以来的 我没有 这是最后一个女嘉宾 这只蝴蝶呢 特别的沉奇 她会说话 你好 你好 你从哪里来啊 你猜 我猜不到哎 猜不到啊 对啊 可是我只想说 你为什么今天会来呢 因为上次在这里 遇到一个蝴蝶男孩 哦 所以 你今天还是想找她吗 对啊 那 专门为她来的 我希望知道 我是不是她心中的蝴蝶女孩 哦 现在好像大家都在猜 到底谁是那个蝴蝶男孩 我可以请米莎到台前吗 与其让你在我海里 她是那个蝴蝶男孩吗 我希望她到门口来接我可以吗 让你飞翼像梦中的世界 跟我独自身飞 那我现在把你们这个 联系交到她的手上 她已经在舞台中间了 她已经在舞台中间了 遥往前走啊 我飞扬你 一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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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那里别动 闭上眼不准动啊 千万别动啊 不准动啊 因为上次米莎的一句话 就是我兔子里 可以有被护解的这个感觉 我一直 可能已经很长时间 找这个感觉 君圈青天化身美丽的蝴蝶 再次来到现场 向米莎告白 她的整场 能打动米莎吗 我又闭啊 嗯 我没想到 她会从我后边过来 所以有点 惊讶的感觉 站过来吧 到这边吧 你这个护姐 比我的很漂亮 是吗 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同了吗 我看她的蝴蝶 我看她的蝴蝶 蝴蝶 是吗 蝴蝶 蝴蝶 看到这只蝴蝶像什么 像我这个蝴蝶吗 我找了很多地方 都没找到蝴蝶 所以我在网上学了蝶蝶蝴蝶 想跟我一起做吗 可以 发一下纸 等一下 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黄色吧 那我要一个红色了 大家手里都有纸吧 拿出纸啊 跟我学 先这么叠 这个应该是正方形的吧 我看 试一下 就用一下 然后再这么叠 就一直对折就可以了 一直对折 好笨啊 叠的这都不起 没事没事 这个在哪学 在网上学的呀 因为现在买不到蝴蝶嘛 所以就学一个折蝴蝶 整理一下 有好吗 有好吗 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吗 这样子就这样 到这边了 这样子 捏住了把我的也捏在一起 我整理一下 其实咱俩叠的好像差不多 你看 这样子像不像 蝴蝶蝶 我看你微博上有说你喜欢米线陈醋 虽然我不懂 我先尝一下 来吧 好吃吗 嗯还不错 这个按式米线不错是吗 嗯你自己做的 挺不错 要加醋吗 加 真的加 少加一点吧 你爱吃醋啊 爱吃 啊这个挺好 我怕家太酸了 也许你在别人眼里都是红酒配西餐 但是我看你微博上写 你喜欢米线加陈醋 也许在外面的生活太累了 因为经常跑吗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人在家里 等你回家吃饭 我看到我觉得有点意思 其实这个女孩子还是挺了解我的 我们一起努力 自己的男生充饱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人在家里 等你回家吃饭 也许我来到中国年纪太小了 所以我现在其实 其实我也很希望 我下班回家 家里有人等我 因为这么多年 也许习惯了一个人 你觉得一个人好吗 最近开始觉得不太好 以前一直想一个人 我也是 也许因为以前一直想一个人 也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这些都过去了 我也放下了很多很多事情 其实可能在我朋友的眼里 他们都觉得我过得特别好 每天都很幸福很开心 但是我每次回家 但是我每次回家 怕这个面具摘下来 才可以真正地休息 但是这个没有面具的我 好像没有人知道 我也想找一个 可以看到 我的正面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可以啊 我喜欢你 我就可以接受你一切 虎杰琴漂亮 但是要两个合在一起 才漂亮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呢 也很谢谢你 今天给我 给我吃这个好吃的米线 我可以做给你吃啊 我会做饭的 我不准求我的女朋友 可以做饭 在家里做 做什么打扫什么的卫生 我希望她比较自由 她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属于那种吗 我 只能 感谢你 今天 再来给我 做这些 惊喜 但是 我 我尊重你 因为我不喜欢你嘛 所以我会尊重你 嗯 我说不喜欢她是因为 上一期的时候她说 她喜欢不喜欢她的女生 嗯我今天 有礼物送给你哦 站一下好吗 这个 这个 我不知道会不会咬 我希望你早日找到你心中的蝴蝶女孩 我希望你能找到心中的那个蝴蝶女孩 我希望你能找到心中的蝴蝶女孩 今天好几位女嘉宾 今天好几位女嘉宾反场 对我来说她是一个小女孩 比较成熟 比较成熟很多 离场时候的坦然 跟体贴 也让我觉得 你越来越是一个好女人了 但是 从一个小虫变成蝴蝶的过程 一定是痛苦 我觉得这个 今天虽然 君君再次没有成功 但是 这可能就是她成为蝴蝶之前的痛苦 我觉得经历这些之后 你的人生才能够变得 更加有历练 同时也能够获得一些什么 这时候当你振翅的时候 你会更加美丽 所以痛苦是必经的过程 我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 痛苦可能就是必经的过程 但是在痛苦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痛病快乐着 因为爱情的关系 可能就是痛病快乐着的 我们把最好的祝福 送给今天 勇敢再次来到现场的各位女生 也再次祝福她们 希望她们赶紧找到新的幸福